唾液快筛今天在全台湾开卖 民众终于能够多一个选择 不用承受捅鼻子的不适感 那么裁剪唾液就能够看到结果 看似方便 但其实前置作业有几个步骤 要特别的注意 三个步骤一定要遵守 包括了裁剪前30分钟 必须要进食 不能够吃东西 喝饮料 也不能够抽烟 接着要把弹土干净 漱口 把口腔彻底清洁 等到口腔干燥 口水产出 才能够开始快筛 抽着试管吐口水倒入收集盘 按牙混合静置5分钟 D3D到测试卡夹上圆孔 等待15分钟 试音试阳马上渐分小 不少民众千呼万唤 拖液快筛终于进到台湾 不用忍受戳鼻子的痛 但相对前置作业其实更搞刚 包括快筛前30分钟需暂停饮食 不可以喝饮料 不可以吃东西 也不可以抽烟 30分钟前还要确实清理口腔 包含把痰吐干净 以及尽量使用漱口水 来达到彻底清洁 最后等待口腔内部慢慢干燥 口水自然产出 才能进行快筛 三步骤一个没注意 恐怕都会影响快筛准确度 吃的东西可能会影响到 它的一些酸碱质 跟我们这个蛋白酶的一个测试 吐进去 你如果量太少的话 你吐进去你可能也会影响到它的准确度 如果没有30分钟准确度会更差 除了容易受外力干扰 CT值高于2324 可能就验不出来 不及鼻咽快筛 CT值27甚至30都能测出 这个的话是23到24的话 确实它CT值蛮低的 所以说可能在有症状的时候来测 可能比较容易测得出来 无症状的话测大概是测不太出来 新方法虽能无痛快筛 钥匙人提醒民众谨慎选用 以免放松戒心 反而因此造成疫情破口 记者姜云圈杨月达 听我到